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 从事原生家庭领域的工作,还使我在家庭关系方面获得了另一个回报。 当家人处于困境之中时,我可以出现在他们身边,例如母亲临终前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致命疾病, 但他对自己的病情表现得毫不关心,别忘了,他从不喜欢提问题。 于是我就问他能否跟他一起去医院,又给他看了看我想咨询医生的几个问题。 我想从医生那里得到问题的答案,也想让母亲好好听一听,因为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这种病的性质和特征,母亲可能的最终结果。 她还能活多久?尤其是死亡将会怎样到来? 母亲表示,她自己也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意我跟她一起去看医生。 幸运的是,医生并没有刻意隐瞒什么,也愿意和我们讨论病情。 这个行动后来证明十分有用,母亲从来都是个十分实际的女性。 她利用医生提供的信息把一切安排得紧紧有条,提前准备好了自己的后事, 以免自己去世之后家里发生混乱。 我们还会在一起聊聊从前共同度过的时光。 虽然我们住在2500千米之外,但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尽量陪在母亲身边。 临终前,母亲同意我用空中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华盛顿州北部的医院, 因为那里离我居住的地方更近。到那里不久,母亲就去世了。 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还改变了我内心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自卑和羞耻感。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以前一直对自己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感到惭愧。 这种感觉让我常常缺乏自信。 当我第一次向其他专业人士介绍自己的家庭时, 我在讲话的过程中甚至哭了出来, 因为我感到自己的家庭实在不够好。 我对家人感到羞耻,也对自己感到羞耻。 但是在从事原生家庭工作的过程中, 我对自己原生家庭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我认识到他们艰苦奋斗, 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现在的成就。 因此,我越来越对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 我不再紧盯着他们的不足, 转而关注他们奋斗的力量和优点。 在紧要介绍工作的过程中, 我没有对此详细描述。 接着,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 我个人内心的自卑和羞耻感完全消失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人们对原生家庭的看法, 往往代表着其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识。 在开展原生家庭心理治疗的过程中, 我的来访者不仅改变了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客观地位, 也改变了对自我的主观认识。 好,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 已经四分多钟了。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Bye!